1. 轮总鉴定160项链出法系梦想 昨日轮总一口气鉴定了100多件160装备 在鉴定项链时还爆出了法系的梦想 只可惜灵力一般只能用来刷任务 2. 新出100无级别光辉鞋 逍遥成一位玩家在鉴定100级装备时 爆出了一双无级别光辉鞋子 鞋子的防御更是高达61点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鞋子能换一辆什么车呢 3. 带四个必杀的轨匠 一只119级的变异轨匠 居然同时拥有了高级必杀必杀 高级进击 必杀进击 必杀四个技能 实在是太酷了 4. 无级别罗汉巨舰倒卖成交 近日 壮气凌云服务季的135级别罗汉巨舰 以40万元的价格卖出 有趣的是 这把武器几经转手被倒卖多次 始终为镶嵌一颗宝石 仅仅是熔炼了4点耐力 5. 偶遇石志勇刷任务 来自一位百花村粉丝的投稿 在街头闲逛时 居然偶遇了明星玩家石志勇正在刷任务 打开装备栏观看 可以看到九段的六股商林市 可见石志勇对于刷任务的要求真的非常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